洋洋为外国选手哭泣 难怪央视也不给面子 今晚速滑决赛已不见身影 哈喽大家好 我是凌晨师在洛杉矶 欢迎来到本期的落成看球 本期的话题呢 我们接着来到北京冬奥会 在今天晚上呢 短道速滑的比赛也是非常多啊 首先是女子的1000米异赛 女子的3000米接力异赛 还有呢男子的1500米的决赛啊 我们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 任子卫是在半决赛当中啊 出现了犯规啊 所以呢是无缘决赛 中国选手集体无缘呢 1500米的决赛 最终呢韩国的选手黄大县 是以自己的优势啊 拿到的这个冠军 再次也是恭喜 他也恭喜了韩国冬奥代表团 获得了首金 在今天晚上的央视啊 直播当中啊 本来呢按照以往的惯例呢 是会邀请的啊 我们短道速滑的 冬奥首金洋洋呢 参与解说啊 在7号晚上呢 我们的男子短道速滑 1000米的决赛呢 当时杨阳呢 就在和刘欣宇搭档解说啊 而在今天晚上呢 我们看到啊 这几场比赛呢 全是刘欣宇艺人 那为什么 杨阳呢 没有参与到角色当中呢 他和 其实和王萌 都是呢 非常具有人气的 而且呢 杨阳是 我们冬奥首金 他也是现在呢 北京冬奥会的主席 还有呢 世界反兴奋纪的副主席 他的人气和他的地位呢 都摆在那里 所以呢 央视邀请他去解说 也是呢 合情合理 但是今天晚上呢 为什么没有邀请他啊 就是因为在7号晚上 1000米的啊 短道速滑决赛当中 我们中国的选手 任子威 还有呢 匈牙利的选手 刘少林啊 在最后冲线的时候呢 是发生了身体接触 那最后呢 裁判判了刘少林 犯规成绩无效 而我们的任子威呢 是获得了冠军 在央视解说 刘欣盈呢 在最后的一个总结的时候 也是呢 让杨阳来总结一下 当时杨阳呢 也是眼前的 类似于打转啊 首先是恭喜呢 我们中国的人子威 获得了首金 那么在后面 想要说 刘少林非常的努力 说了刘少林的时候呢 就是在哭啊 确实让旁边的央视 解说也是非常的尴尬 那为了不让场面 继续尴尬下去呢 央视解说 刘欣盈呢 也是很快就场啊 确实每个印度人都不容易 而且很快把画面给切掉了 那么杨阳这段 为外国选手哭泣的画面呢 也是让我们的国人呢 看着非常不解啊 为什么会为外国选手哭泣啊 即使你跟刘少林的 关系非常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谈 任子威 应该是恭喜呢 我们中国短道塑画 获得这个金牌 而不应该去为了 刘少林去哭泣啊 所以呢 在经历过这个事件之后呢 在今天晚上 短道塑画的决赛当中 没有看到杨阳的身影 也确实可以理解啊 确实他目前呢 不太适合呢 去担任 这个短道塑画的解说啊 而王萌呢 他在另一个平台啊 也是呢 解说短道塑画的比赛 他的人气呢 是非常高啊 他的解说能力很强啊 这一点呢 他和杨阳相比 确实他的优势很 很大 而杨阳呢 在这方面 也还需要提高啊 不过呢 他也是我们的 冬奥守经 也是我们的骄傲啊 我们希望呢 他以后还有机会 当年决赛的话 可以更多的去考虑 周全一点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球迷 可以点一点关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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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